那这次呢他告诉大家什么 那句话在哪里啊 告诉大家有没有 就是说不是会一马平川 不是会一马平川 那一马平川什么意思 当然从字面上我们看得懂啦 就是在一个平平的一个 这个草原啊等等上面 你可以越马纵横 来我们把这句话的原文 调出来给大家看 这句话其实出自宋朝书 书士的这首诗由近山 试若骏马奔平川 有没有 中风来自天目山 试若骏马奔平川 中途乐坡千里足 金边玉凳相回流 出自于这个苏氏 所以在这次习近平的演讲当中 他有告诉大家 不是一个一马平川的概念 有没有 来回过去导播 好就像意思他之前讲的 惊涛骇浪 先让这个亮哥来解读一下 当然我们看到十一国庆当天 是不是大陆可以休息一下 你看当天是六架次共击 共骚是五件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那当然这次的最高峰 9月17号到18号 来了103架次 共建九骚次 规模空前 来亮哥先解读一下习近平的谈话 这个比那个国安委的会议 惊涛骇浪重大考验 我觉得已经好一点 好一点 这个他说脚下的路 不会是一马平川 这个当然可以预见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恒大 恒大它留下来的坑那么大 你也不可能把那些房子 在很短的时间就全部卖掉 那当然站在中国大陆政府的立场 他当然希望已经买房的人 最终都可以拿到房子 可是那个时间 不可能在一年内就全部完成 那还有外部的 你以为美国就 那个拜登 11月假设能跟习近平见了面 那明年美中就没冲突了吗 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美国最近也在 菲律宾北部在做演习 对不对 那他也在盯着 仁爱娇黄颜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 他总是比人家先忧患 你知道吧 他每次都这样 他习惯性的 呼吁大家要超前部署 布局啦 然后习惯性的提醒大家前面还有什么挑战 那我的感觉啦 我感觉他不是那种喜欢吹 他过去有多少成就那种人 他老是在强调 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 那前面还有很多挑战 那所以我们还要做到更好 你看他的用语啊 流传比较久的都是什么 打铁还需自身印啊 就是这一类的嘛 然后不然就说 我们初步才做到哪里 那还有什么什么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今天 世界银行才刚公布 因为中国大陆房地产的问题 他认为今年是5.1嘛 经济成长率 可是明年他认为可能只有4.4 对这个经济上的啦 还有这个外部的包括美国 包括菲律宾 另外你看到这个央视军事 有一段这个视频 立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 这是他这个一张照片 还有这个影片呢 满满的战机 数都数不清 就说引发了大陆网友热议 大家都在数 哇 到底可以停几辆这个战机 那里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内容 包括这个空军航空兵的这个谋旅 他找一位这个军人出来讲话 现在我们的空军呢 在不断的这个列装嘛 像歼14啊 歼16 歼20啊等等 我们的飞机变好了 有一种感觉像是 青州已过万朝山 之前华为讲的 有没有 接用华为的梗 青州已过万朝山 所以这个大陆的空军也是 青州已过万朝山 在过去这个飞机老旧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他这番谈话也讲了很多 过去呢虽然人的技术很好 但是这个飞机不好 现在不是 现在飞机整个优化 有没有 难怪已经过了 然后这个10月1号呢 大陆解放军 因为我自己有下载这个 微信公众 什么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北部战区 我全部下载 他们现在小编非常非常的活跃 过去都是平平平平平 秀肌肉啊 什么都登陆抢摊呢 但是你看到从中秋开始 就是发好月圆 有没有 呼唤这个两岸回家等等之类 从中秋我们就给大家看了很多嘛 还有音乐 有影片 他还把那个五线谱的简谱 都PO出来给你看 教你怎么唱 那这个也是 10月1号国庆的时候 又是啊 有没有 PO出这个动漫短片 这个富春山居图的这个 这个梦园 富春江 这个富春山居图过去 我们看到曾经合避过在这个 在这个台湾嘛 当时也是一个盛世 那当然这个寓意 大家非常的清楚啦 所以各式各样硬的 软的 这个音乐的 文艺的 这个小编现在也蛮有文艺气息 而且他们的这个影片剪接 大家去看一下 真的算是蛮费工的 真的是以我们的专业电视人来讲 做的是蛮好的 在此同时这个联合报还有一份民调 这个民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其中有一个大家很关注 台湾人民认为两岸需不需要沟通 你看看 认为需要沟通的85%占比极高 亮哥解读一下 这个解放军有自己的出版社 摄影棚 什么都有 对 不要小看他 对 所以 他现在的这个文宣制造的能力 当然比以前要强很多啦 所以 这个比较重要的日子 都会有大量的影片发布嘛 对不对 这个确实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他国家大啦 当然就会有这种现象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讲 那个国安会议呢 是今年5月30号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 也在讨论那个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就那个时候讲 那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中美 坦白讲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都不知道 那那个时候的斗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 那也不知道美国要在台湾 做什么样的出手啊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我才说 习近平跟这一次的这个讲话 因为毕竟是在中秋 十一国庆这个期间 那坦白讲真的是有比较缓和 这也是事实啦 那5月30号跟现在 现在是10月3号 我觉得氛围真的差蛮多了 包括美国那个时候要怎么打台湾牌啊 然后美国要怎么跟日本啊 合作啊 然后俄乌战争你也看不到底啊 然后科技战也没有个底啊 就是这样啊 可是现在就感觉 然后军方不断的对峙啊 我赶走你的军舰啊 赶走你的侦察机啊 都是在那段时间发生啊 6月 这个缓和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啦 因为王毅不可能不对美国的台湾的主张做要求啦 只是说现在还没有扶上台面 那最终王毅10月也是这个月嘛 去美国 那肯定会见到布林肯跟舒立文的啦 那肯定也是 也是会讲台湾议题啦 因为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我觉得 在一些议题上的 有交集的清单 应该会不少 那讲到台湾议题 亮哥你觉得呢 这个完全统一的意涵是什么 完全统一就是真正的统一啊 当然是这样的意思啊 真正的统一 对对对 就不是 他并没有讲时间表啦 不过就是说他 已经把真正的统一 纳入他的议程 对赵最近出来福建的那份文件嘛 那个是一个过程 对 他当然是希望你走那条路 然后就可以和平统一嘛 可能福建 然后过到到广东啦 浙江啦 那就 就很顺理成章的 水到渠成的 完成最后那个结果嘛 我觉得他现在 他们现在不会讲空话啦 就是说他如果讲了一件事 他就会铺牌 我就是这样做法 那你看你要怎么办 那对美国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也不讲空话 我就摆证出来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在我们这个 在国家战略来讲 就是说 他不是只讲一个战略目标 他就直接把战术告诉你 过去想就是讲祖国统一嘛 加上完全这两个字 就是完真的啦 完真的 就是完真的啦 然后我就把我的程序告诉你 我即将先用福建 然后是中央台办发改委福建省委 一起做的决议 就这已经是一个启动的现在事了 对对对对 没有错 那过去他可能是一个蓝图 一个一个一个想望 对 那现在告诉你 或者说寄望于台湾人民啊 这个这种话 对对对对 这个只有主观上的想望 他就直接就推出来说 这个就是我的做法 那因为知道 他也知道台湾在选举啦 可是1月13号之后 你这个议题是一定要回应的啦 如果你不回应啊 那他就会有新的招出来啦 我认为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从这次 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十一国庆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这个台湾国庆啦 关于台湾国庆的问题 我们昨天中华民国国庆 我们在昨天讨论过 没有跟上的同学记得去补课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硬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废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上快点购健康 therein